他还有一个龙丰泰弟弟 还有一个老妈 你们不知道 他们家人特别好 特别善良 小老角 我记得你以前提过 你爸爸多年没回来 现在找到没有 这个事 他爸爸我也帮忙找过 爸 他爸也叫孤华君 孤华君 孤华君 何润克呢 对不起啊 大叔 小川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其实孤华君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今天饭桌上 古华君 年轻时候做的那些事 都是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了 谁会拿这些东西来开玩笑呢 有时候 我真的为我们母子三人感到不值 顾华君她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 每天都想着一步登天 终于有一天她破产了 欠了一屁股的债 丢下我们就跑了 亏我们母子三人还一直以为 她是怕连累我们 这么多年来 拼了命地替她还债 只是期盼着有一天她能回家 跟我们团聚 没想到 没想到她早就巴结上了刘梦杰的妈妈 把我们忘得酒消淫外了 那你们见到她的时候 为什么不当面致问她 你觉得有用吗 我怎么会有用 人家压根就不想承认我们的存在 见到我们 就像是没见过的陌生人一样 甚至 比陌生人还要绝情 你恨她吗 你恨她吗 我说我不恨你信吗 自从揭穿了顾华俊的真面目以后 我们全家人就像是没了希望一样 我妈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扔了 乐乐也总算是放下了水晶球 而我总是努力尝试着把她当成是陌生人 可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在我们心里 其实根本就放不下 就连我妈得癌症一声都说 除了自身的身体因素以外 也是郁杰沉寂导致的 是 趁机占我便宜啊 我以为你是在寻求阿贵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其实顾华俊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她竟然是父女 我刚刚就是在想的 有些人就是应该给她点教训 我提议 是不是可以稍微提高经济适应房的容积力 腾制的土地建造商品房 我坚决反对 我们定没犯法 这只是打擦边球擦边球 我说就你们当中 就没有一个人替我分担一下明天集团的工作吗 这个一则我一定要做回来 小春 小辣椒是不是跟你在一起 跟他说 我想约他明天中午见个面 你要约他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 那好了 我知道 我回头跟他说 行了 我到家了 你回去吧 我爸明天要约你见面 约我见面 这不刚刚才见过吗 对呀 我也纳闷了 这不才见过吗 而且还不带我 我觉得吧 肯定是我爸看我俩情投意合 所以找你谈谈我们婚事的事情 毕竟还是我老爸 还是为我着想 又来 那你到底去不去啊 大叔约我我当然去了 要是你约我嘛 我得考虑考虑 顾千墨 给个机会好不好 不过说真的 谢谢你给我们家 带来个欢乐 别客气 你看咱们那么熟是吧 是啊 这么熟呢 未来儿媳妇要多上门 见见长辈 不是我说你这家伙 别的女孩都撒娇 只有你喜欢撒衣 你还敢说 这家伙 别的